不是我们聊聊学术问题吧 那个坚持修复海底珊瑚多少年 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们是从1997年 是从上一辈的科学家的手中 老前辈的手中接过来的 那个老前辈叫周仁林老先生 然后后来是我们黄沃卫老师 才接过他的衣服 是你的老师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才继续 就跟着老先生的脚步继续往下走 从05年06年以前 整个南海的珊瑚的状况 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06年07083年 由于开发 由于自然灾害于天体的生活爆发 这不见证了整个肯定 慢慢的退化 在整个过去的30年 整个是金岸的海南岛啊 还有王爹啊 这个珊瑚的 是我们最年亮 就是十珊瑚 大概下降了80% 今天像我去到鹿回头 在零零年初的时候 他们是大概是60%的少 现在大概只有20% 如果恢复 大概需要多少年 就是完全人类不干预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恢复周期 一个十珊瑚旋转的恢复周期 是要到10到15年 嗯 对 然后很缓慢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整个生态系统比较复杂 有很多种的生活 这人类有点像 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它毁坏的时候 就是破坏的时候 那个速度 很吓人 其实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的一个磁商 叫做生态修复 我们一个生态修复呢 其实是从一个生态系统的理念来出发的 种商户 只是其中的第一 最初的一步 然后我们还会 附建很多的 动工龙类的生物 对 就是因为一些 虚心的云类啊 磁类啊 这些 包括底漆的一些 商户的焦气生物 我们今天等于是 有一些鱼长得像鱼一样的肥巴的 有 它就是做那个珊瑚 上面的那些藻类 刚才有一个叫鹰子鱼 对 鹰子鱼 对 我觉得有时候才能看见 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在椅子的时候 我们在打完钉之后 然后我们都会用那个手套去擦一下 因为它那时候就是 可能会周围有一些藻类啊 或者有一些成绩物 当我们就是把这珊瑚 种上去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 机车清理这些藻类的话 可能它就会减缓这个珊瑚 它固着在这个胶体上